台湾的绘本作家陈志源 收邀前往德国柏林童书店蓝色世界 为当地的小朋友来朗读绘本作品《小鱼散步》 许多德国的小朋友透过绘本认识了这位台湾的童书作家 已经由小鱼散步跟《姑姑姑》两本作品翻译成德文的台湾绘本作家陈志源 本尊亲自出现在柏林童书店蓝色世界 小书民们当然通通乐翻 虽然因为语言的关系无法好好的沟通 但小朋友们天真无邪的可爱模样马上表现出来 有的围在旁边要签名 有的则专心听着偶像朗读 小鱼散步 现场可以说是热闹极了 因为除了影园不同以外 那玩的事情和感受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次朗读的时候 德国小孩也能感受到台湾小孩的 像小鱼一样在城市里面漫步 然后发现新奇的东西 这个感受都是一样的 曾经获得纽约时报年度十大绘本殊荣的陈志源 获奖文术能写能画 作品都已经翻译成多国语言 他笔下的成长故事陪伴许多小朋友 度过童年 更感动了许多大人 这次柏林童书店《蓝色世界》 邀请台湾童书作家陈志源前往朗读 也顺便展出台湾各种童书 让小朋友们透过书籍认识台湾 台湾文化电视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导 邀请台湾服装 选择